电影中国医生改编自对抗新冠肺炎的真实事件 讲述了大陆各地白衣天使跟医生们 在这场战役中的奉献与牺牲 入围了今年金鸡奖最佳故事片 现在这里的人们都喊他岛主 收到人讲述主角助手江苏开山岛32年 以海岛为家也传递爱国精神 收到人跟中国医生一样 都入围了金鸡奖最佳故事片 但他们同样也都是中共建党百年的献礼片 让大陆网友开酸电影倒退二十年 还有人直言资本的世界娱乐已经完蛋了 甚至觉得里面有些演员根本不配被提名 金鸡奖改名叫金扫帚奖好了 像是这次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 男主角易洋千玺以及女主角刘浩存 都分别入围影地影后 就被网友怒劈 这部烂片还能被双提名 是我没想到的 国产电影能拿得出手的实在太少了等等 毕竟大陆影视产业要能上映 得经过层层审查 最近就有人发现某一集的辛普森家庭动画 在香港就不能看 从台湾串流平台的页面上 还能看见第十二集《中国行》 剧情讲述辛普森一家妈妈美芝的姐姐塞尔玛 想要领养一个婴儿 因此全家人陪她到大陆寻求领养机构 但当他们的一行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时 画面上的石碑还磕下天安门广场 这里在1989年的时候 什么事也没发生 后面还出现官员开着坦克车来堵人的情节 暗奉六四天安门学运事件 只是不清楚香港串流平台下架这集的原因为何 是否跟审查有关耐人寻味